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圣经故事频道。 在耶稣的传道生涯中,有一种不特的教导方式深深吸引了无数人,那就是比喻。 这些比喻看似简单,却蕴含着天国的深奥真理。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故事如此迷人,能够穿越时空影响至今?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神秘的旅程。 耶稣的比喻涵盖了许多方面,包括种子的成长,田间的杂草,芥菜种的力量,面教的影响,以及天国的宝贵。 每一个比喻都充满了智慧和洞见,揭示了信仰、审判和救赎的深刻真理。 通过这些比喻,耶稣不仅传达了天国的福音,也教导了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信仰。 在一个清晨,耶稣坐在加利利海边,周围聚集了许多听众。 他看到人群越来越多,就上了一只船坐下,众人站在岸上。 耶稣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讲道,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 撒的时候,有的落在路旁,飞鸟来吃尽了。 有的落在土前,石头地上,土寄不深,发苗最快,日头出来一晒,因为没有根,就枯干了。 有的落在荆棘里,荆棘长起来,把它挤住了。 又有的落在好土里,就结实,有一百倍的,有六十倍的,有三十倍的。 听众们听完后,有些人茫然不解,有些人若有所思。 耶稣的门徒们也不完全明白这些比喻的意义,于是他们上前问耶稣,为什么对他们讲比喻呢? 耶稣回答说,一位天国的奥秘,只叫你们知道,不叫他们知道。 凡有的,还要加给他,叫他有余,凡没有的,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 所以,我用比喻对他们讲,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,听也听不见,也不明白。 然后,耶稣详细解释了撒种的比喻,撒在路旁的,就是人听了道。 随即有魔鬼来,把所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,撒在石头地上的,就是人听了道。 立刻欢喜领受,只因心里没有根,不过是暂时的,极致为道遭了患诞,或是受了逼迫,立刻就跌倒了。 撒在荆棘里的,就是人听了道,后来有世上的思虑,钱财的迷惑,把道挤住了。 不能结实,撒在好地上的,就是人听了道,明白了,后来结实,有一百倍的,有六十倍的,有三十倍的。 这个比喻不仅揭示了不同的人对天国福音的反应,也教导了门徒们关于传播福音的挑战和机遇。 听众们开始反思自己的信仰和心灵状态,门徒们也从中学到了宝贵的教训,明白了在传道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各种情况。 耶稣继续用比喻教导众人,这次他讲述了一个关于拜子的比喻。 他说,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,极致人睡觉的时候,有仇敌来,把拜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 到长苗土碎的时候,拜子也显出来。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,主啊,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? 从哪里来的拜子呢? 主人说,这是仇敌做的。 徒人说,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? 主人说,不必,恐怕薅拜子,连麦子也拔出来,容这两样一起长,等着收割。 收割的时候,我要对收割的人说,先将拜子薅出来,捆成捆,留着烧,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 听众们再次陷入沉思,他们试图理解耶稣比喻中的深意。 门徒们也带着疑问来到耶稣面前,请他解释这个比喻的含义。 耶稣耐心地对他们说,撒好种的就是人子,田地就是世界,好种就是天国之子,拜子就是那恶者之子,撒拜子的仇敌就是魔鬼,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,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 将拜子薅出来,用火焚烧,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 人子要拆遣使者,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,从他国里挑出来,丢在火炉里,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。 那时,义人在他们赴的国里要发光,像太阳一样。 由而可听的,就应当听。 拜子的比喻不仅揭示了善恶并存的现象,也强调了最后的审判。 在这个世界上,善与恶总是并存,但在最终的审判时,义人和恶人将会被分开,各自得到应有的报应。 听众们从这个比喻中学到了对善恶的辨别和警醒,他们明白了要保持纯洁的心灵,忠于上帝的教导,等待最终的救赎。 耶稣继续用比喻教导天国的奥秘,这次他讲述了芥菜种与面教的比喻。 他说,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,有人拿去种在田里。 这园是白种里最小的,但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,且成了树,天上的飞鸟来塑在它的枝上。 芥菜种的比喻向众人展示了天国的扩展力量。 尽管芥菜种是极小的种子,但一旦种下并成长,它会变成一棵大树,成为庇护众生的地方。 同样,天国虽然在开始时微小,但它的力量将逐渐扩展,最终覆盖全世界,成为众人寻求庇护和安慰的地方。 然后,耶稣继续讲述了面教的比喻,天国好像面教,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,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 面教的比喻展示了天国的内在力量和影响力。 就像少量的教母能够使整个面团发酵,天国的影响也是深远且不可阻挡的。 尽管它的力量可能起初看不见,但它会逐渐渗透和改变一切,使人们的生活焕然一新。 这些比喻不仅教导了信仰的扩展和影响力,也鼓励了门徒和听众相信天国的力量,无论其开始多么微小,只要有信心,它必将成就伟大的事工。 耶稣继续用更多的比喻教导天国的奥秘,这次他讲述了藏宝和珍珠的比喻。 他说,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,人遇见了,就把它藏起来,欢欢喜喜地去便买一切所有的,买这块地。 藏宝的比喻展示了天国的宝贵和无价。 一个人发现了宝藏后,愿意放弃一切去获得它。 同样,天国的价值超越世间的一切,值得人们为之付出一切。 这个比喻教导人们要珍惜和追求天国的福音,视其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藏。 接着,耶稣讲述了珍珠的比喻,天国又好像买卖人,寻找好珠子,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,就去便买它一切所有的,买了这颗珠子。 珍珠的比喻进一步强调了天国的价值和重要性,教导人们要全心全意地追求和珍惜它。 然后,耶稣讲述了渔网的比喻,天国又好像网,撒在海里,聚拢各样水族,网寄满了,人就拉上岸来,坐下,减好的收在器具里,将不好地丢弃了。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。 天使要出来,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,丢在火炉里,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。 渔网的比喻揭示了末日审判的真理,善与恶将会被分别,义人将得到奖赏,恶人将受到惩罢。 这不仅教导了人们在生活中要行善逼恶,也提醒他们要时刻警醒,为最终的审判做好准备。 耶稣通过比喻教导天国的奥秘,这些比喻不仅生动有趣,也深刻地揭示了信仰、审判和救赎的真理。 撒种的比喻教导了不同的心灵状态和对福音的反应。 拜子的比喻揭示了善恶并存和最终的审判。 芥菜种与面教的比喻展示了天国的扩展力量和深远影响。 藏宝、珍珠和鱼网的比喻强调了天国的宝贵和末日的审判。 通过这些比喻,耶稣不仅传递了天国的福音,也教导了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信仰。 祂的教导继续在今天影响着无数信徒,激励他们追求真理,行善必恶,等待天国的降临。 让我们以敬畏和感恩的心,继续追随耶稣的教导,深入理解祂的比喻,感受天国的奥秘和上帝的爱,共同迎接那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。 感谢您的观看,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免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。 如果你也为我们的故事所感动,欢迎加入传播福音的行列,把视频分享出去,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上帝。 您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们事工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愿您的生命中充满上帝的祝福和指引。 谢谢观看。